全世界疫情未见趋缓 国内旅游逐渐成为国人首选 而心中却撕虐着各国的美食 抬开新铁糖乐园就看着了国人热爱异国美食 特别引进了韩国人气香品装蒜包 吸手台北居民烘焙方黄斯麦斯 在新铁糖乐园设立柜位 一进门就可以闻到浓浓的香蒜味 让大家能够找到美食在哪里 让华联乡亲和游客们可以快速品尝到这 让人满足的好滋味 才开新铁糖乐园在2021年1月1号开始 黄斯麦斯装蒜包火热开卖 利用微酸的酸乳酪取代了原先口感较甜的奶油 严选台湾在地蒜头 混合洋香菜与奶油 制成了独一无二的大蒜奶油酱 师傅表示经过了多次失败 才找到了三种面粉的完美比例 再搭配上日式名太子韩国泡菜严选咖喱 爆发出了更多样化的味蕾层次 我们自己本身的那个撞蒜包 卖石油撞蒜包已经卖得非常好 已经是供不应求的状况了 所以说其实我婉居了台湾很多次 那直到最后就是来这边看了之后 还有就是认识周副总这个人 那我觉得他真的非常有诚意 那我想说好那我们就拨部分的产能 把他放到花莲这边来尝试去做我们第一间 离开台北的店 因为我本身我的店都是在台北为主 台北车站也好 板桥 新庄 还有新店那边 独特的香气及口感 现在只要到花莲新天堂乐园 就可以购入市下最流行的装蒜包 可为多样且现场贩售 相亲好朋友在疫情期间不用出国 就能够来到台开新天堂乐园 感受吃喝玩乐的假期 一次畅游到底 非常欢迎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经常到新天堂乐园来走走逛逛 那我们新天堂乐园呢 不断的推陈出行 不管是餐饮啦 商品啦 或者是游戏啦 我们都希望呢 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不能出国没关系哦 经常到新天堂乐园来走走逛逛 服务出国 也可以享受到到国外采购的乐趣哦 新天堂乐园结合了最新的商品 来到花莲东部 原味装蒜包 让您在防疫期间也能享受 异国美食饗宴 据者林杰 杰安乡采访报道